随着声音的出现,瞬息间一股无法形容的大力,直接从阵法上爆发开来,好似形成了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那司马林道护道老者神色大变的顷客中,直接从天而降。 轰的一声,那方才还不可一世地护道老者,身体狂震,还在半空要走来的身躯直接就被一巴掌按在了地面上。 大地轰鸣,任凭这金丹秀伟的护道老者如何挣扎,也都于事无补,被死死地镇压在地,唯有嘶吼回荡。 七血童莫非要造反不成,你。 锅造。 许清淡淡开口,下一瞬宗门阵法再次轰鸣,但这一次不是镇压,而是驱赶。 顿时,那护道老者承受不住,身体被一股大力横扫远去,其体内天宫震动,心神憋屈,堂堂金丹,居然被如此镇压驱赶,这让他急火攻心,但也无可奈何,被轰出了七血同山门外。 许清没去理会,此刻一晃之下,直奔正骇然逃顿的司马林,刹那追上,一掌落下,司马林那里惨叫一声,身体被猛地抽起,轰在一处建筑上,体内四团命火摇晃,骤然熄灭了一盏。 许清,司马林劈头散发,整个人要发狂,壳体内的毒以及全身要暴乱的诡异,使得他首次感受到了死亡如此之劲。 可这司马林也是狠辣之人,目中露出疯狂,突然咬破舌尖,向着许清喷出一口鲜血。 这口鲜血在半空中直接化作无数小人,每一个小人都带着邪义气息,发出刺耳尖叫,直奔许清而去,更是在冲去时,这些小人化作一一眉眉眉,菱形印记,带着风印之力,飞速环绕。 风幽道,司马林猙獰低吼,双手掐绝中,那些小人速度加快,呼啸临近,哪怕许清飞速倒退,也还是无法避开,眨眼间这一枚枚菱形印记全部落在他的四周,瞬息就在其周围拼凑组合,形成了一个无数菱形印记组成的蛋壳。 将许清笼罩在内的一瞬,司马林双手抬起猛的一挥,顿时将许清封印在内的那个蛋壳,就直接升空,随着其木中争鸣,大吼一声,爆! 刹那间,蛋壳在半空崩溃三成,无法继续了,许清的手从蛋壳内伸出,阻止了崩溃,他冷冷地看着地面上木中露出疯狂,挣扎要站起的司马林, 一晃之下,刹那到了对方的面前。 不等这司马林有所反应,许清的右手已经抬起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高高举起后狠狠地轰在地面上。 地面一阵,出现碎裂,只有司马林浑身一颤,嘴角溢出鲜血,体内命火,瞬间熄灭,整个人昏死过去。 其体内所有的诡异刹那爆发,似要去吞噬司马林的身躯, 但随着一团柔和之盟从司马林全身散出,疯狂阻挡。 许清冷冷一扫,淡淡开口,给他上二十个环,关押大牢。 尊法指,这一幕,看得四周所有补凶寺弟子,无不热血沸腾, 一个个幕中露出狂热,就算是其他风的补凶寺弟子,也都这般, 看向许清时带着强烈的尊敬之意。 哪怕第一封与第三封的四掌,也都吸了口气,向着许清低头一败。 随后,在一些补凶寺弟子靠近,给昏迷过去的司马林熟悉的上环时, 许清站起身,平静开口。 此地所有夜鸠全部抓捕,反抗着格杀勿论。 顿时四周的补凶寺队员,瞬间散开,杀戮与七力的惨叫,在这八方回荡。 后续的事情,许清没有继续参与,没有了七宗联盟添交的出现, 对于击杀夜鸠,补凶寺很是擅长,而这一次的行动,也进行了大半夜。 整个七穴童主城内都在开展,大量的夜鸠被抓捕的同时, 也有更多在反抗中被斩杀,随着天色快要明亮。 许清回到了法船休息时,给补凶寺传递了一道法纸, 将所有夜鸠的人头挂在城墙上。 当年,补凶寺对夜鸠的行动就是这般, 如今许清身为司长,他觉得这个传统很好,应该保留。 于是,当天亮之后,七穴童主城的城墙, 上千夜鸠头颅挂在那里,所有看到之人, 无不触目惊心,而夜里发生的事情也无法被隐瞒, 早已传遍整个七穴童。 轰动八方,所有的外族,所有的盟友, 所有的七穴童弟子,还有汪谷大陆的七宗联盟之人, 一个个震动极为强烈,内心更是掀起巨大波澜。 让他们震惊的,不是七血童补凶寺对夜鸠的行动, 更不是挂在城墙上的上千头颅, 而是,列一门司马铃,竟被补凶寺镇压关押。 就连护道者也都无法救下,被第七封补凶寺的四爪, 以七穴童阵法强行驱赶。 而七穴童第三封金晨要举行的挑战, 也因司马铃的无法出席,难以进行下去。 这件事太大了! 尤其是如今七宗联盟挑战七血童, 声威正盛。 此事一出,就好似一个巨大的巴掌, 狠狠地拍在了他们的脸上, 所以第一时间,关于许青的资料, 就飞速地被七宗联盟的各个添交, 立刻让人快速收集。 他们想要知道, 这位七血童形象弟子, 第七封补凶丝的四爪, 进入序列却没有成为殿下的许青, 到底是如何做到战胜四伙大圆满的司马铃? 实际上不仅是他们如此, 七血童的弟子以及各封的殿下, 也都大吃一惊, 实在是在这之前许青虽也出手, 但都是小范围, 所以这一次的出击, 直接就好似捅破了天, 彻底轰动。 于是, 他们也在飞速地搜集关于许青的信息。 在这各方都在全力以赴地搜集时, 骑士九岗外, 昨日许青与司马铃交战之处, 赏武之时, 来了一人。 此人身穿金色植多巢服, 腰间扎条铜色金丝珠纹带, 头顶至上七彩滑盖散出风吟之声, 更有祥瑞之光笼罩八方, 使得来人好似神子一般。 正是一击让第一封二殿下惨败, 与金丹长老分庭抗衡的七宗联盟第一天交, 明云见宗盛云子。 他来到这七十九岗, 站在岸边, 闭着眼感受四方, 挺拔的身姿在海风中, 如同一座绝美的雕像, 非凡的气质在阳光下, 似其整个人都在闪耀万丈之盟。 他的身后还跟着三位老者, 这三老都是金丹, 是凌云老祖安排的护道者, 而他们三人也心甘情愿为圣云子护道, 甚至觉得能在圣云子成长的路上去为其护道, 是他们的殊荣。 此刻神色都带着恭敬, 微微低头。 许久, 圣云子睁开了眼, 淡淡开口。 两团命火, 黄极功法可谓寻常天宫金丹之毒, 聚灵法器有点一丝, 如此实力倒也的确可让司马林栽了跟头, 不过此人的黄极功法有些熟悉。 他竟是在此地感受片刻, 就将昨夜的一站, 好似亲眼看到一般, 但显然他不可能具备追溯时光之力, 只能说他本身的灵觉与感知, 超出常人, 所以才可以从这四周的蛛丝马迹看出端倪, 这种本事已经很是恐怖。 此刻话语间, 其身后传来一声怪叫, 一尊轻身赤尾的怪鸟之影幻画出来, 向着半空发出一声惊天嘶吼, 目中透出凶芒, 更露出贪婪欲吞噬之意, 向着四周不断地喜气, 似要吸收此地的某些气息。 金屋, 圣云子转头看向176岗的方向, 目中露出深邃之芒。 这七血同内, 总算出了一件稍微有点一丝的事, 但可惜太弱了, 灭蒙你不要急, 等那只金屋再养大一点, 让你吞了才可把你壮大。 所以, 早晚都是你的。 圣云子淡淡开口, 转身一晃, 离开此地。 在圣云子走了后, 这79岗一下午的时间, 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 最终在黄昏之时, 各方势力一天地调查下, 终于将许青的信息, 彻底地挖了出来。 三年前败入七血同, 一路从养骨里挣扎崛起, 以四宁器杀戮一座岛屿之修, 杀性极大。 七血同与海狮族交战后, 此人完成大量任务, 杀戮众多宁器海狮族, 变化奇魂, 使自身法鞘密集开启, 达到了凉火程度, 修炼的是金屋炼万灵, 更具备惊人之毒。 曾让海狮族序列道子 秒臣追加通缉, 但关于为何, 秒臣从没有正面回应, 外人对此有很多猜测, 但大都不认为这许青可以与秒臣一战, 如今去看, 秒臣也是中了他的毒与金屋之法。 这许青可以说是七血同妹, 最顶尖弟子之一了, 可偏偏他还不是殿下, 只是序列。 最重要的是, 此人明明这般实力, 可在尸祖雕像一案前, 极为低调, 就算是其同门也大都不知晓, 其真正实力, 此人藏得太深。 随着关于许青的信息, 大量地被查出, 所有看到之人, 无不心神, 强烈震撼。 一时之间, 许青的名字, 好似风暴一般, 在七血同内崛起, 使得所有外族纷纷将其牢牢记住的同时, 七血同内的各封弟子, 也都被查出的信息, 撼动了心神。 但很快, 七血同的弟子想到许青是第七封, 又纷纷释然。 第七封的弟子, 善于隐藏这一点, 已经是七血同所有人的共识。 你永远不知道, 第七封的弟子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怪物。